我自己就常常要問自己 我是在領導還是在擋路 好像越高爹的職位就越多人不適任 兩兆之間是觀點的衝突還是關係的衝突 它有本質上的不同 而如果發生的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衝突 就是那種跟工作基本無關 主管不介入甚至不在場會比較好 餘量勤結自古皆然 爭遷不是競選 而是要讓會落選的那個人 提前就心裡有虛 主管害怕衝突 只是流於形式 以至於績效平等常常變成的仇佣 這樣你等到需要拔著一個員工的時候 你就很難擺平了 在這門課中 我為大家整理一個面向 逐一分享我自己的做法跟經驗 我是劉民雄 我在MasterCheers 和你一起學習一起成長